為增添農曆春節的氣氛 花蓮縣政府每年都會在馬路上 懸掛紅色的燈籠 但懸掛的方式跟講度 遭部分民眾質疑 會讓人無法分辨紅綠燈 影響行車安全 大紅燈籠高高掛 車輛開進花蓮市區 馬上可以感受到過年氣氛 但是這些紅色的燈籠 橫跨市區馬路布滿整個街道 雖然很熱鬧 但也有民眾認為 會影響紅綠燈辯別 紅燈幾乎是一樣 所以說會讓人家誤判 市區的這幾個主要的道路 都是橫掛的 那橫掛的話 又跟那個紅綠燈的號制 是平行的 在變化 變換這個燈號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來不及反應 所以有可能會誤闖紅燈 或者是發生事故 春節掛燈籠是前縣長 傅庚齊開始執行的政策 搭配每年舉辦的燈會 號稱要在市區 打造一條天空紅地毯 但這幾年也受到 許多民眾反映 會影響 便是紅綠燈 所以今年開始 會將十字路口附近的燈籠 撤除 根據縣府資料 這項掛燈籠政策 包括維修更新和請工程人員懸掛 拆除 每年要編列九百多萬元預算 所以大部分民眾都認為非常應景 但還是希望縣府能少做改善 請請問再開關聯報道 好正常